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说干母被一个不知名的少年杀死了 据说那少年有一把可怕的锯齿 是吗 就是说 是我 萧衍 天哪 我以为你 你知道我有多的 这里不安全 收拾下赶紧跟我走 怎么 如果我就这么跟你走了 要是被狼头佣兵团知道 势必大肆缩补 逞进于弱百姓 嗯 我本来就想要除掉那帮祸害 只是担心你 所以想来救你 哟 这么担心我呀 哼 那是 朋友 没有啊 来 萧衍你先别急 喝口茶 我们商量一下 怎么计划对付他们 嗯 嗯 传令下去全面搜索硝烟的踪迹 这一次绝不能让他再逃脱 哦 抓到萧衍 杀无尚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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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医仙 你这是来客人了呀 怎么也不打个招呼呀 啊 哦 这位是 这位是我的哥哥 哦 没想到你还有个哥哥 小兄弟这么晚拜访万药斋 有何贵干哪 今晚我要带小医仙离开这里 哎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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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小医仙 在我这万药斋住不惯哪 哪里啊 姚先生照顾得很周到 哪里会住不习惯呢 那这是 只因小女有药室在身 所以要先行离开 这顶钱算是小小心翼 以报姚先生照顾之恩 难道你真的不知道 我需要你拿什么来报答我吗 哦对了 你这位哥哥应该就是消炎吧 要是狼头佣兵团知道你在这儿 够了 你想要什么 别装糊涂了 七彩毒精 拿来 好 姚先生 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我哪儿来的七彩毒精啊 哼哼哼 快快快快 今天 你不交出七彩毒精 就把命留下 哦对了 还有这位消炎哥哥的命 也一并留下 哼 一群虾兵邪教 那就一起上吧 黑色俱齿 哎别躲啊 怕什么 哎 年轻人 不要以为自己有点本事 就能把我万药斋来撒野 告诉你 就在我进这房间的一瞬间 我已布下了剧毒 小炎 你不觉得现在浑身无力吗 报 报告团长 已经打探到小炎下落 嗯 在哪儿 就在万药斋 什么 他带来多少人 就就就就他一个 一个 你确定他是一个人 一个 千 千之万确 传令集合 活速前往万药斋 是 姚先生的下毒本领 我又何尝不知 只不过你的毒 我已经破了 什么 我事先在茶水里 放了解药 我们商量一下 怎么计划对付他们 倒是你姚先生 生怕被我下毒 这些日子来 都不敢靠近我三尺之内 今天来我这里 是不是有些大意了 我的椅子 可不能随便走 嗯 嗯 现在才看椅子 是不是有些迟了 你 我这毒药啊 发作起来 你会腾上七天七夜 之后筋骨寸断 弃绝而亡 别想了 只有我的解药能解 解 解药在哪儿 解药啊 好像这壳茶里还剩一点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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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喝光了 哎 要不 你明天来喝 哎 哎 现在 是不是感觉身体无力啊 小医仙 看在同行的份上 放我一条生路 放我一条生路吧 让我们走 解药就给你 撤 撤 多谢喽 小爷 我们走 小医仙 没想到 你有那么多巧心思 我消炎完全学不了啊 傻瓜 女人心还得真 哎呀 走了啦 小兰 什么都不做啊 静柔 静柔 别想吃点人啦 好 多谢 多谢 好